音樂 我是雲林人 從小在山重長大 考取台北工專 是我從小的夢想 在三重这里读书其实是非常辛苦的 能够考取我第一志愿的台北工专 真的是梦寐以求 当然也改变了我这辈子的人生 那在台北工专我就读了五年 我就是半工半读的 自己赚学费赚生活费 那希望就是可以降低家里的负担 我在北科大其实就读了九年 那有五专五年 二技两年 然后在EMBA的硕士专班两年 所以我对北科大是就非常的认同 当然北科大也栽培了我 让我旧学跟我的知识 可以在北科大里面所萃取 然后让我可以成长茁壮跟锻炼 我是材料工程系 那读了材料之后到外面去就业 我一开始我是在美国一家Ockley 它是一个五十年的镀磨厂做业务 那我从销售工程师开始做 然后做到销售经理 那后来就到明基电通 我在明基电通是担任投影机光学的策略采购 那在Ockley这一家公司 我是做光学原件的销售 所以其实这跟我的本业都非常的相关 都是属于材料工程 那在明基电通做完全球的采购之后 那我就跟一位老板 他是一个镀磨厂的一个老板 那我就跟他一起去创业 所以其实我在光学杜磨这一个行业 整整跟这个老板整个七年 全部都是在我台北工专 跟我二季的时候所学的材料工程 非常的相关 我是35岁出来创业 那时候从一个人开始做起 那初期做光学原件的买卖很辛苦 资本的只有200万 遇到比较大的公司 他觉得你公司非常的规模非常小 所以上市公司不敢跟我做生意 虽然我有很好的技术 我知道这些原件在哪里做生产 然后把这个原件可以卖给我的客人 甚至我帮我的客人可以做设计 能够提高他的光学效率 甚至于可以降低他的成本 但是毕竟这种光学买卖 只能做小生意 不能做比较跟上市公司 没有办法做这么大的生意 后来我就转型成代理 那我去代理了中国大陆江苏雨滴 那时候中国江苏雨滴的光学球面镜片 应该在中国大陆也是前五大的一个工厂 那另外我代理了日本松下的魔罩玻璃 那日本松下的魔罩玻璃是全世界技术最好的 那我就从代理开始做代理销售 那我很快在公司没有大概三年左右 我就从一百万然后做到零营收超过一亿 因为代理商毕竟没有办法长久 所以后来我就在2015年报考了北科大EMBA的经营管理系 那希望能够为公司未来能做更长远的规划 那我很高兴也很开心遇到我的指导教授胡同来 他跟我谈完之后 他也发现我们公司做代理也是不能长久的 所以他就指导我公司做转型 从光学元件的代理销售要怎么转型 这其实是非常难的 而且你必须要设定你的目标 你是要做工厂还是要做研发设计 大家耳熟人想的就是大理光 玉镜光 亚洲光学 这些光学大厂所设计的镜头 包含数位相机 车用的镜头 如果我们能设计这样的一个镜头 这绝对可以让公司可以永续经营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一条最艰辛的路 但是却可以走得最长久 所以硕士的毕业论文我就写公司的短情 从光学元件的代理销售 然后转成光学的设计 然后最后到生产制造 那我很幸运在EMBA解论文的时候 我就找到一个光学的设计团队 开始从四个人的设计团队 到现在我们已经拥有二十二个研发团队 那我们公司在二零二一年 我们做到四亿五的营收 二零二二年虽然少一点 但是我们也突破了这个疫情的瓶颈 在这几年我们连续拿到国家品牌玉山奖 中小企业创新研究奖 甚至于我们在二零二一年 我们拿到桃园市金白企业的新人网 正晚上市长还到我们公司来做参访跟访问 去年二零二二年 那我也很顺利拿到桃园市金白企业的隐形冠军 那在桃园市隐形冠军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这几年我们公司从二零一六年找到了研发 那我们就开始设计光学镜头 那一开始我从我最熟悉的投影机这个领域来做设计 那我跟我的原厂就江苏宇迪的古董市长 跟他谈完之后 我这边就是做光学设计 那生产制造就由江苏宇迪来做光学镜头的代工 那一直在二零一九年 我因为中美贸易的关系 我就在台湾成立高阶光学镜头的工厂 配合江苏宇迪这些中逼街的镜头的代工 我们这样的研发团队从二零一六年开始 到现在我们申请了四十四个专利 那有台湾大陆有美国 那已经有二十九个专利已经额准下来 然后我们在二零一年 创造了一个四亿五的营收 那包含我们设计跟生产制造的投影机的镜头 超过一百万颗 那以投影机这样的一个市场来算的话 我们全世界的市占率有超过十% 这是我们从二零一六年到现在的一个研发的成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除了一家人需要保护 我们入戏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内作人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内作人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内作人文字幕志愿者 之后有三十七年期的这一家学校 内作生辑仇和外表年 都是这样的一个新历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雖然從2016年到現在我們在投影機 這個光學鏡頭能夠成長得很快 其實當初我們做了一個決定 以光學鏡頭的這個行業來講 其實是不大的 它全世界的一年的需求量 大概就是1000萬台 那相對於車用鏡頭跟手機的鏡頭 包含數位相機的鏡頭 這些鏡頭的量都是非常的大 對光學大廠它要相對投入這樣的資源 到投影機它放的資源會比較少 那我們在2016年那時候做了一個創舉 叫做儀器TI它出了一個晶片是4K 2K 那這個4K 2K的晶片 將近就是800萬相數 那我們一開始在推展我們投影機的時候 也是處處在碰壁 因為1080P的投影鏡頭已經大家都有 但是4K 2K的鏡頭卻大家都還沒有 那TI出了這個晶片之後 我們就配合TI來設計這個4K 2K的投影鏡頭 但是我們也兼容1080P 就等於是我們是高規格的鏡頭 但是來兼容比較低規的鏡頭 但是我的成本也有競爭力 我就用這樣的一個策略 從2016年然後到現在 我們幾乎4K 2K的投影鏡頭 我們的試占率應該有超過4層到5層 在台灣 那當然相對於全部的投影鏡頭 我們的試占率全世界大概是10吧 但是如果以4K 2K這樣的投影鏡頭 我們應該有超過一半以上 就是有兩支鏡頭 你大概有一半是上陽光學所設計 是一個深層製造的鏡頭 那為什麼要設立這一個 高階光學鏡頭的組裝工廠 其實是來自於 我看到蔡司跟萊卡 這兩家公司給我很大的一種鼓舞 在台灣所有的高階的光學鏡頭 包含你儀器、設備 甚至於軍用品 醫療用品 都可以看到蔡司萊卡的影子 那代表是 如果你往高階的鏡頭去研發 那就有機會 能夠跟蔡司萊卡一樣 能夠永續經營 那因為這個原因 我就決定在台灣 設立高階鏡頭的組裝工廠 那投入更多的研發 包含工業用的鏡頭 設備用的鏡頭 醫療用的鏡頭 包含我們所謂的取向 高階的取向 包含攝影、無人機 這樣的一種應用的鏡頭 這些鏡頭的領域 其實跟投影機 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投影機的鏡頭 要能夠轉型到 工業用的鏡頭 設備用的鏡頭 甚至於工業用的鏡頭 需要高精密的組裝 這都需要投入更多的研發 所以我從2019年到現在 我們已經從投影機裡面 研發出了工業用的鏡頭 包含3D列印、3D掃描 甚至於無光照曝光機用的鏡頭 那在無人機用的鏡頭 包含車用的OMS、DMS的鏡頭 我們都已經有研發出來 那你就希望上海光學 可以在台灣 研發生耕 甚至除了投影機以外 我們開始擴展到 不同的市場 能夠讓公司可以永續經營 未來能夠跟蔡司、萊嘎 這樣的光學百年大廠 能夠比擬 能夠讓公司可以走得更長全 在未來的五年 我們希望能夠做到 世界第一的投影機 的一個設計跟製造 最大的供應商 除了投影機以外 我們佈局工業用的鏡頭 設備用的鏡頭 醫療用的鏡頭 主要都希望 我們公司可以永續經營 對技術的生根 能夠更紮實 那當然我們公司 也有在做上規上市的規劃 那我們已經有 券商在做輔導 明年底 甚至於可能2024年 年初我們可能就會做公發 然後往上規的方向去邁進 我最大的成就感 就是對一件事情 從一而終 堅持你自己的事業 堅持自己的夢想 堅持自己的目標 然後往前走 沒有做不到的事情 那當然最後 也是期許所有的 學長姐 自己事業有成 是因為母校幫助 然後母校給我的知識 那如果我們有能力 我們就來回歸給母校 我覺得這是我最驕傲人的一件事情